大家好,我現在身處在香港書展2017的天主教展區 我自己是一位非常幸運的天主教評訊徒陳心儀 因為將會訪問一位非常之重要 對我們天主教教區裡面非常之重要的人物 她今天親自來到書展我們天主教展區的攤位 來到去為我們的各位弟兄姊妹打氣 同時間藉著我們今次iTalk這個打頭陣的對談 她希望為我們香港的教友 甚至乎是香港的教友的朋友們去打打氣 她就是我們香港的天主教香港教區助理主教楊明章主教 楊主教你好 你好 大家給點掌聲楊主教 多謝你們來打氣 多謝你們 多謝楊主教為我們做主持開幕的祝福 也來到iTalk跟我們聊聊天 其實我們這個小舞台都會請來跟我們天主教有關係的 不同的朋友一起聊聊天 身處在這個地方其實都有一個很重要的熱身問題 想問一下楊主教 我們展區上有很多不同的書籍 其實會不會有一些的靈修書籍都可以推介給我們的教友 甚至乎對我們天主教有興趣的朋友呢 可以 我剛才走過呢 首先我見到 有一本書呢 這個靈修書 我自己覺得是很好的 不單止我們天主教的攤位裏面有 我們甚至見到其他基督教兄弟的攤位裏 都有就是露魂神父的 他有一本叫從幻想到祈禱 那這本書呢 就原本是一本英文書的 那我第一次看就很多年之前的 那叫Reaching out Reaching out就是一個人 我們人的生活 就像聖經裡面所說的 耶穌講的譬如 就是一粒種子 它種了下來的樹 首先第一件事它要做什麼呢 它要讓自己去裂開才行的 是 如果不裂開就沒有生命可以出來 沒錯 那它裂開過程之中 它對外面的環境 是很陌生的環境 有時候會乾旱 有時候會濕得太濕 那它這個時候怎樣和這個環境可以互相背合呢 那我就覺得好像一個人呢 他成長過程之中 他一定要有幾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他自己應該要去接觸他自己的心靈深處 有時候我們時常迴避面對自己的 是 我們用很多東西來遮蓋自己 那或者有些人說 用一些 購物 不要掛著買東西 或者有些人 即是說去旅行 那 不過他買了東西之後 他是不是會 真正的生命會改變呢 又未必的 是不是 他去旅行 完了回來之後 他可能又面對同樣的問題 是 所以一個人應該第一件事 他reach out 即是伸展 他將自己打開 伸展出來 向自己的心靈深處裏面 去問一個問題 就是問自己 我和外面的環境究竟怎樣呢 即是假如我今天 我不能夠和外面的環境 大家一起可以配合呢 我 我仍然是一個非常之 孤獨的人 是 所以呢 這個reach out 首先他 向自己的心靈深處去發掘 第二 他要向他 左右的弟兄姊妹的環境 去伸展 不過第三件事 最重要 一粒種子 他一定有個方向 嗯 他是向上 向著天 還是向歪了呢 向歪了 他都要向天 不能夠 越來越向下 是 樹木當然要向上 沒錯 我們都是一樣 我們一定要到最後 reach out 不單止reach out to people 和人 我們都要伸展 我們都伸展 要向天主 換句話說 要按照天主的教導 來到 去生活 去面對人 所以這本書 他都是 講一個人 如何伸展 所以 有幾張 很簡單 整本書 只是三張書 第一 就是從孤寂到獨處 我覺得自己很 很寂寞 我是不是要找些東西 來麻醉自己 還是我可以 如何面對自己 一個人的孤獨 這個很重要 第二 就是向兄弟姊妹身 我們旁邊的人 去伸展 有時候我們覺得 有些人 非常令自己難受 我覺得這些人 不令我開心 那你是不是要環境改變了 你才能夠開心 還是你可以改變自己 改變自己 因為我不能夠改變環境 使得自己舒服 我要改變自己 使得我能夠 在這個環境中 舒服 嗯 所以這個就是 從第二 第二點 就是向人類的兄弟姊妹申請 是 這個申請 就是從敵意到善意 看來很多事情 都是你猛疹的 令你不舒服的 不如你改變一下你自己 你使得跟別人 能夠善意一點 環境就會改變 是 第三 就是向天主伸展 就是我們 我們要 從不同的環境之中 我們都要 去看到天主 他的恩寵的臨在 嗯 比如有一個 有一個病人 我真的 最近才見到一個病人 是 他病得很厲害 那他就是 本來身體很健康的 忽然間 就驗出來他有病了 那麼他當場情緒都崩潰了 嗯 那麼他說我 我 我求天主 天主一定要治好我 如果不然我 天主都不信了 是 那麼我問他一件事 如果真的 你現在不信天主 是會不會對這個病 會好些呢 嗯 不會嘛 是吧 對 對 就是你不信天主 你的心靈都沒有得平靜 沒有得寧靜 你整個人都哭了 消耗你自己的體力 去 好像對著一面牆 對著黑暗去衝擊 是沒有用的 是 你平靜下來 向天主祈禱 求天主能夠使你明白到 你的困難 很可能是另一個轉機 是吧 所以我們都要向天主伸展 我們要對人包容 我們又要 建立自己的有限 是 所以是 向天主申請 能夠信靠主 對人能夠包容 建立人 對自己 都能夠可以 心安理得一點 這樣能夠 可以面對自己本身的有限 那麼我覺得這本書呢 本身就是這個 從幻想到祈禱 從幻想到祈禱 是這裡有都賣的 我就是這裡 剛剛 我們風教真理學會 他們 找人翻譯了 有的 是 是 看到了 我們後面 應該變成長宵書之一 是 非常好的 一個提醒 好像楊主教你這樣說 有時我們不是要環境 令我們開心 有時我們怎樣改變自己 就好像你剛才提到的 種子 怎樣開始裂開 才可以伸展到自己出來 有時很有趣 看書就是 有這些個人獨處的空間 然後自己 有些提醒 對於我們的生命 原來可以有一個改變 是 我想有幾個例子 是 今天我們的主題 我們經常講到 婚姻 與家庭 沒錯 我非常感謝天主 我一個非常好的媽媽 當然我小時候 我是非常頑皮的 媽媽會不會罵我呢 會的真的 我是小時候 住在一條香村那裡 是 那香村那裡 有很多山 有很多田 那整班那些小孩子 我們有時候 放學之後 功課又不做 那怎樣呢 就去 走山走 去摘別人的木瓜 去吃 是 有時候是徐山走 去捉那些 那些叫什麼 金絲貓 那些 做一些炮斧籠 那就是大家去玩 那又要斬別人的竹 就是做一些包包桶 那樣 是 有很多東西玩的 所以整天在外面 全部都是別人的 不過功課 當然沒有做 是 那老師就 因為我小時候 有時候有樣子好 那個人很可愛 所以 媽媽也看到你 那些人又喜歡跟我玩 哦 連老師都覺得 哎,真是 吵不下手 那有一次她就 叫一個同學 你幫我去通知 楊榮璋 她的媽媽 她的媽媽 說今天我要留下她晚一點 所以她不用擔心 是 那她留下我 要我做完 那個星期沒有做過功課 那她就知道我肚餓 就買到麵包給我吃 是 那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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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了 她說 你這樣做得不錯 為什麼你不做呢 你做得到的 嗯 然後她說要帶我回家 哇,我多害怕 她帶我回家 那怎麼辦呢 要面對媽媽 是的 那她說 回到去 她說給媽媽 媽媽當然是不開心 非常之激氣 是 那時候我有很多弟妹 現在也是 都大過 是 我家裡最大的 我媽媽看著我 問我 我不回答她 總之我不理她 她問我 我很挖強 總之不理她 我媽媽 我看她 已經生氣得很厲害了 但是她說了 她說多一句話 現在都晚了 我們煮了飯 吃了飯 才再說 那如果煮了飯 吃了飯 之後再說 你吃飽了 你會不會太生氣 吃飽了 即是隔了一段時間 大家的火氣都會燒一些 她都知道我很不開心 她又不開心 不如她煮飯 吃完飯 洗完碗 再來問我 她的口氣又好一點 我又會回答她 因為飽了 大家都會解決一種 當時的僵硬的氣氛 楊媽媽很聰明 我作為新手媽媽 也要學一下 有時候 不是衝著那個兒子 你為什麼沒有禮貌 你不回答媽媽 所以我在這裡 找到幾本書 也很好 有一本叫 《非暴力的溝通》 即是溝通 不一定要喊大交 溝通 不是要表示 要是你讓步 你放棄 要是我放棄 你不要這樣看 好像一個靈和遊戲 有時候 大家都能夠讓一步 她是能夠的確解決很多問題 是 我又講一個例子 因為我媽媽很疼兒女 所以有時候兒女 未必這麼聽話 是 我有個妹妹 對落的妹妹 她經常跟別人玩 去夜街很厲害 我就很生氣 我生氣 其實 要分析一下精神 分析一下 為什麼生氣 因為我愛惜我妹妹 我不想她到最後吃虧 所以 大家制定法律 就是十點之前一定要回 十點不回 就鎖了門 有一次她真的超過了十點 真的鎖了門 我真的鎖了門 我媽媽 她抓了我 細細細細跟我說 她說 你傻嗎? 你鎖了門 她就更加出去外面 以後沒有 你讓她進來 進來之後 我們再說 所以 我覺得她很有道理 你鎖了門 她沒有門口進去 是 她去哪裡 出去外面 再適合 可能那時候才會 真的會 吃虧也不行 是 但是你讓她進來 你才可以說 所以 我覺得 非暴力的溝通 你不一定要用這麼多暴力 暴力不是一定要吵架 暴力不是表示你讓步 你可以大家慢慢談 是嗎? 這個很重要 有時候 我們自己 我經常都跟我的教友說 寬恕她 為什麼要我寬恕她? 為什麼要忍我那道氣? 我說 鎖壞你自己 嗯 自己死了 人家不知道你鎖得這麼厲害 是 如果人家知道你鎖得這麼厲害 人家再弄多兩招 鎖死了你 你放開一點 大家才可以談 所以我又很願意介紹 是 這個非暴力溝通之外 另外一集 叫 面對怒氣的十十個步驟 這個可能對我們很多香港人都很重要 當你很生氣的時候 以前我的神師也說 是 當你要發脾氣很生氣的時候 你慢慢 你先唸三篇聖母經 唸了聖母經 你才再生氣 唸了三篇聖母經 你已經 忘記了了 你生氣都已經過了一點了 那裡面又真的說 你可以怎樣面對你自己 當你生氣的時候 是 有時候他就說 發解衝突 有時候大家可以怎樣面對 最重要的 這本書也好 今天我們 我們聽說 香港社會都是一個很撕裂的社會 我們的環境 事實上的確是 有很多地方都不理想不好 譬如我們居住的環境已經不好 是 沒錯 你住的那些劏房 你無法使出一個人 可以有專員地生活 很難辛苦 譬如我現在 我是一個 如果我是一個 五十幾歲的人 我跟我太太五十幾歲 我女兒幾多歲 我自己相信 她二十幾三十歲 是 如果她說今天要結婚 那她是不是跟你一起住 又不行 但如果不跟你住 她哪個地方住 很多年輕人結婚之後 都分開住 於是大家在家裡 你有沒有聽過 現在成長的兒女 跟她父母的關係是最惡劣的 大家都為了很多事情 那為什麼我們可以在家裡 譬如有時候 被之間 有些衝突撕裂了 夫婦之間的關係 是 然後撕裂了之後 我們是不是就這樣 一拍兩散 我們就 各行各路呢 嗯 其實有時候不是的 你一拍兩散 各行各路呢 到頭來你發現 真的你自己走錯了一步 很大的一步 是 所以這個叫 治癒痛苦 並且能夠和好 就是我們有時候 我們人的成長過程是這樣的 就是好像我剛才說的 一粒種子 它是需要裂開 需要面對環境 然後它才能夠成長 就是哪個人 申請能夠 贏再起跑線 就是你都沒人跑 你怎麼會贏呢 起跑線 你有沒有看到 在那些大的跑步 那些運動場裡面 是 排第一 那條線是 比較前一點的 不過你有沒有忘記 它的圈是比較大一點的 是 跟著一個圈位排 所以有時候 一些人 他小時候有很多衝擊 那些衝擊 未必是對他完全壞的 那些衝擊 有時候會變成他 生命之中 很多的 一個難得機遇 去學習 是 一個人如果他完全 都是很順利的 他可能覺得 一樣東西都是這個世界 應該要奏效的自己 很可能他到最後 就會遇到一個困難 使得他沒有法智 可以起身 都不頂 所以我們 不是說 每個人一定要贏 在起跑線 而是 每個人應該要面對 我們的困難的時候 我們怎樣 即使痛苦 受到傷 我們怎麼可以 遇合自己 和人呢 我們怎麼去到困難之中 衝突之中 怎麼可以化解這些衝突呢 怎麼去評擊自己的怒氣呢 可以使得我們 大家 不用那麼多暴力 我們都不希望我們的社會充滿暴力 我們希望大家都能夠 大家可以聊 可以溝通 所以呢 這個跟這本 靈修書都會有關係的 就是對自己 對人 對天主 明白 楊主教當然 由靈修書開始講起 但其實你提到 我們不是說 要把自己變成一個孤僻的人 要去學習 去獨處 又或者向我們身邊的 弟兄姊妹 甚至乎我們家人 去伸出我們的手 先不說 向天主那一面 我們說家庭裏面 非暴力的溝通 其實都是 每一個人 都需要去知道這些 還有可能這些書本 就給予我們很多的點滴 但是總是 有些非教友的朋友 就會說 你們的教友們 天主教徒 有好事發生 又要感恩天主 有不好的事發生 都感恩天主 去給你們考驗 即是 好又贊 不好又贊 你們好像比老順更加阿Q 楊主教 我們面對著這些朋友 其實我們很想他認識我們的宗教 很想他有我們那份感恩的心 有那份平安的心 但到那一刻站在那裡 我就停了 怎麼跟他說好呢 他已經直入了覺得我是教友 我甚麼都是感謝天主 就甚麼都是好 但其實 我都很想他們得到這種快樂 那麼我們可以 你會怎樣看呢 我們教友們 剛才我都說了 是 一個沒有信仰的人 是否使他 因此 他面對困難 就會有更多助力 沒有 我們的助力 我們真的相信 我們是來自神 來自天主 給我們很多助力 所以我剛才問 如果我現在不信天主 我是否能夠更加健康 我是否能夠跟別人相處得更好 未必的 我們又要相信 一切都是天主創造的 所以我們 相信我們這個天主 他不是說 無端八時 找我們來拚 就創造我們出來 或是當一個集體創造 不知不知道 一按個機 就哇 一按出來 就成千萬個出來 嗯 他真的每個人 我們都不同的 所以我們每個人 都接受了不同的 就是在天主裡面 都接受了不同的恩寵 嗯 在這種不同的恩寵之中 我們看到天主 其實他對我們很愛 加若一個這麼愛我們的天主 以我們的信仰 我們知道他親自來到我們人間 跟我們一起同行 教導我們 甚至最後 願意為我們而死 如果一個願意為我們而死的天主 還有些什麼 他是不想給我們 不會給我們的呢 嗯 只有一件事 對我們不好的事 他就不想給我們 是 所以一切為我們 我們當然是我們相信天主愛我 所以 因此我順景的時候 我固然要感謝天主 即使我們在逆境的時候 我都相信 這個逆境對我 可能我現在不知道 不過如果我能夠視野闊一點 我覺得這個逆境對我都有幫助 嗯 就像剛才我說 一個小朋友 如果小時候遇到很多考驗 未必對他是一件壞事 是 一個人完全 一開手已經 贏了 嗯 所以我們 一定要信靠天主愛 在 順景之中 固然要信靠 贊美 感恩 在逆境之中 我們都要信靠 贊美 嗯 明白 就好像剛才楊主教 你提到一個病人的故事 我們去祈禱 我們去信靠 不是會將病 突然之間 每一個人 當然我們都可能 會面對著不同的奇蹟 但不是說奇蹟地沒有了 病 但是我們怎樣面對 我想說 當然就是 我們譬如有些地方 我們 天主教叫朝聖的 一些地點 譬如去法國的奴德 神跡所在 去奴德祈禱 很多人去奴德 浸聖水 浸了之後 那 真的有些人 很多人好起來 很多人的拐掌 去浸完之後 他不再通了 那就拐掌擠到處 嗯 有些人的輪椅都擠到處 那 譬如是否 所有人去奴德 都會完全康復 又未必 他們可能 肉體上仍然是 但我覺得 他一定是有個特別 他心靈治癒了很多 心靈的創傷 為他解開了心靈的結 他也是得到一個很大的奇蹟 是 從前他完全醒悟不了 體驗不了 但去完之後 他覺得整個心靈都平安 即使他有病 仍然在病痛之中 他都能夠 生活得不同的 那我想問 有奇蹟的人 傳遇了 他到最後 他會不會 始終都要死呢 都要死的 是 我們在這個世界 始終都是一個短暫的 有時間 有限度 是 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八十年、一八年 始終有限度 我們一定要離開 所以我們的肉體 重不重要 是重要 不過有時候我們知道 我們自己的心靈 那種這樣的 安、平安 那種這樣的腐竹 是比肉體 是不枉多樣的 還有 楊主教 你令我想起 剛才我們在這個 開幕祈禱的時候 你也提過 我們這次書展 找到很多旅遊的書本 如果我們不打開我們的心靈 我們不在過程裡 去享受 自己去看多些 去感受多些 其實不停地走 就等於在家裡的大廳裡 不停地量度 即是 即是在家裡的大廳裡 你量了一千步 對你的知識 沒有什麼 對你的心靈 沒有什麼特別的擴展 或者去幫助 明白 當然 還有一個問題 我想問一下 既然請楊主教來到我們 iTalk的時候 因為知道你的事務 一定非常繁忙 但我之前和你的接觸 或者聊天 我覺得 主教除了這個很重要的使命 之外 也很愛你的工作 但是 作為一位助理主教 我相信 要去參與 以及管理的事務 一定非常之多 我知道你很喜歡看這個寧修書籍 都有時間去看 但你喜愛的 歷史書籍 可能就要相對 先擺一邊 但是其實 這麼繁忙的工作裡面 你還有沒有機會 做到一些前線的工作 接觸到教友 或者你怎麼看這件事呢 主教 那 即是容許我講 我做了神父 到現在已經差不多40年 是 我其中有最重要的26年 我就制裁香港名外的樹 那你想想 我為什麼會這麼喜愛名外呢 因為名外是一個天主教會所成立的 一個服務社會的機構來的 那這個服務社會 特別是服務那些抹後無靠 他已經最最後的了 他沒有人可以醫病 他醫病就會掉下來 抹後無靠 卑微無助 他是很卑微的 就是 人家遮了他 沒有人知道他的存在 還有 失落無咎 他已經去到懸崖峭壁 你不去抓他 他就會掉下去 就沒得救了 那明愛時常去幫助這些人 那我當然 我如果要做前線的工作 我是沒有辦法可以幫得到這麼多人 那所以呢 我就是從前線工作 暫時我做了很多行政工作 那行政工作 你會跟那些人很可能沒有直接接觸 但是你又從另一個角度來講 你又會幫到更多人 譬如舉個簡單例子 我會幫他們籌款 嗯 他們有一個這樣的需要 我要幫他們找一個地方 那如果我找不到地方 籌不到款呢 那他們這個工作都開展不了 那譬如我們大家聽過 有很多家暴的問題 有很多子女被他的長輩 侵犯了 這件事是他不可以向別人說 是嗎 是 家裡也不向別人宣揚 但是你想想他 蓋住在那裡 他的心靈是不是 因此就是當沒有一件事 他的心靈是 有一個傷口在那裡 是沒有辦法傳遇的 他寫到他很可能 以後對人沒有了信心 因為他最敬重的 一個這麼親的親人 都對侵害他 傷害了他 是 那我們要怎樣去找到這些人 去幫助他 治癒他的心靈呢 這些事情呢 到現在沒有第二個機構去做 也都沒有什麼人可以去幫助 那我要知道這些情況之下 我要幫你找地方 嗯 幫你賺錢 是 那就是 所以做行政工作 都不是說 完全沒有意思的 很重要 那所以我做一下 我都非常喜愛這份工作 那但是如果現在 教會要召叫我 就是做另一個角度來講 我時常都說 不要找我了 我已經 我到今年年尾 我都已經差不多72歲 是嗎 大眾 那我只能做多久呢 不過 我不能夠說 這樣來跟天主要講數的 你找個年紀輕一點 你又使得我 變得更加年紀輕一點 嗯 那天主說 我明白你的有限 我知道 你有你的困難 不過我能夠在你的有限之中 在你的困難之中 我都願意選選你 那你覺得怎樣 我覺得真的要很感謝 是 即是你不選一個 本來我看來 應該比我更合適的人 你都選我 即是你對我 真的有很大的偏愛 天主我真的很感謝你 我希望你 即是我不能夠跟他講數 因此我年紀輕一點 我身體更加健康一點 即是不可能 他就是說 如果你在這個情況 你願不願意繼續做你的工作 我願意 願不願意平平安安 開開心心做呢 我願意 那這個就是 我覺得都是 一個好的 牧民的榜樣 可以給你其他的 其他的兄弟姊妹 教友 可以認識 很重要 所以在任何環境之中 我們都可以找到 我們愛天主 讚美天主 感謝天主教的方法 嗯 還有為什麼我要在這個地方 問主教這個問題 因為就是 我正正是很回復主教 這個愛工作 當然 做主教的事名 是非常特別 但是背後 就是天主 就是主教的上司 我們都有我們的上司 那有時候 上主 上主 其中一個角色 就是一個上司 上司就是 我不打這個份工 我可以換另一個上司 但是這個我沒得換 是不是 那當然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位置 但是有時候 對了 如果我們工作上 遇到少許的困難 是不是就是要去換另一份工 還是好像 主教你所說 有時候不是改變環境 是改變我們自己的心態 去嘗試欣賞自己的 天主給我們的才能 原來他放我在這個位置 我都有這種快樂 就是 把所有事情都去 正面地看 或者用另一個角度去看 到最後 一個是自己 我心裏面有更加多的恩寵 更加多的愛 亦都希望 我們不是用暴力 去大家互相的溝通 我們希望 有一個愛在心裏面 由自己開始 就會去到我們的家庭 家庭之後 就去到我們身邊的人 希望令到 整個社會的氣氛 都可以更加之好 大家都可以開心 在這個短暫 人生的旅程裏面 過得快快樂樂 就是挺好的 主教 是 沒錯 但當然 這個時候 亦都希望 藉著各位的掌聲 給我們的明章主教 跟我們有這麼多的分享 亦都希望大家 剛才聽到的 靈修書籍 謝謝你的支持 我們靈修書籍的介紹 大家都可以去到 我們天主教展區 除了主教講的書之外 也有很多書籍 很值得大家參考 無論是教友 或非教友 都有很多 對你們有啟發的動作 可以看得到 主教要再次宣傳一下 謝謝 再次謝謝楊明章主教 謝謝你